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品种莴笋的特点 它长成是这个样 这个莴笋种子是一个四川老乡送给我的 长得千细但很高,叶子很少 对种惯了出大莴笋品种的人来说 看到这个莴笋一定以为是自己没有种好 二者成品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这个莴笋的商品名叫四季女儿香 它的特点就是生长非常快 这是我五月下旬 蜜苗的莴笋到现在到了非收不可的时候了 历时不到两个月 同期种下去的出大品种 现在还在这个阶段 底部的杆状部分才刚刚的形成 可能要到今年八月中旬才能有收获 生产周期在我们这个地区长了差不多一个月 所以这个女儿香生产周期短 在我们这个高寒地区的优势就显出来了 别看它现在都抽台了 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老 皮很薄 肉质非常的细润 莴笋的香味也很浓郁 只要把靠近根部的外皮削一下 中上部分的皮都可以保留 它们长得不粗 但是很长 可食用的部分也不少 切片完全没有问题 切成滚刀烧荤菜也非常的省事 烫火锅或者焯水后凉拌都非常的好吃 采收后我又育了一批苗 种下第二茶 在入冬前估计还能吃到一剂 这是我种下的第二茶女儿香 这边是小苗 旁边是还没有成熟的二白皮 今年我是两个品种都种了一些 但是女儿香占多数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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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